大家好,我是星巴 现在由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比亚迪琴L的购买推荐 那比亚迪琴L昨天发布了 那我们也看了发布会的全程 那整体上我觉得还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那我可以先做个总结 那我觉得这辆车我们是见过实车的 首先如果说你拿它跟琴Plus去比 其实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 它比琴L Plus更大更豪华 而整体的NVH包括内装的用料 包括我们看不见的整车的质感都是要更好的 那如果说你跟琴Plus去比价格 你说它贵两万块钱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你都不用在意 它完全是一个全新架构的产品 包括DM5.0 我是非常建议 如果说但凡你的购买预算能高一点点 我都是推荐买琴L而不是琴Plus 2024年了 买他们最新款产品 你相信你这个钱肯定是能够有所回报的 你相信我买琴L而不是买琴Plus 那我自己也是琴Plus的车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这个车型我们真实的是没有试驾过的 那具体的动态怎么样开起来如何 包括更加详细的测评 可能等到我们回宁波以后才能去借车去拍 所以可能等一等 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在冰淇淋 我们其实已经体验过了 我们也出过内容 我觉得我们购买推荐还是有一点点的价值 OK 我们接下来就通过简短的视频来了解一下 这几个配置之间 哪个配置是最值得的 哪个配置是最值得购买的 直接告诉你答案 我最推荐的版本 就是它的琴L的80公里的领先版 卖99800的版本 这是我觉得琴L性价比最高的 它998确实牛 上一次998也是震撼了全场 这次998也一样震撼了全场 998真棒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我最推荐的配置 其实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是这次的次顶配 也就是琴L的120公里超越型 卖129,800 对虽然有点贵 但是它的配置是我认为满配的琴L 我甚至觉得它是小汉 大概是这种感受 当然你说 对于买琴L这个级别的车型来说的 消费者可能多花3万块钱 可能超过你的预算 那你就买998 98很值 你买了不会后悔 我挺认真的 你如果觉得这个129,800贵 你就买998 如果说你觉得你预算够 你是可以加到129,800的 那你买到了僵尸一台 我觉得在12万元价位 如果纯轿车来讲 基本上你挑不出缺点的水桶车 我觉得甚至不能穿水桶车 我觉得五边型战士 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唯一唯一唯一 四边型战士 唯一一个我觉得不一定是五边型战士 可能它支架部分 当然你说13万的车型 你要考虑自驾 确实可能只有大僵 那没有大僵的话 我就13万 确实也没什么选择 所以我觉得完全够了 除了自驾方面 我觉得比亚迪可能还有一点 L已经够用了 够用了 价格面前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OK 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 秦L的购买推荐 OK 这就是比亚迪秦L 2024年的实车的展示 它一共有五个配置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我自己做了一点的区分版 我先来看一下 它最便宜的99800的版本 那998也是比亚迪秦真正大卖的起源 那我是这么认为的 当年998确实是杀爆全场 它这次其实改变挺多的 它说了非常多的内容 第一个你看到 CLTC续航 现在是80公里的续航 然后另外一个是 整体架构的改变 其实是在自然图里面 其实看太不出来 因为实际上车身的进步了很大 我们现在只是在横向对比 秦L的各个配置 这个车型是肯定值得的 你放心 我们是见过实车的 然后长宽高尺寸 这次也变化很大 4830乘1900乘1495 是一个非常大尺寸的车型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对比 我这里直接放了秦L 秦Plus 青光的三台车 实际上这三台车 应该是大家最会介意的部分 这三台车应该是大家最会考虑的 那这三台车 其实我相对来说 最不推荐的 其实是秦Plus 秦Plus毕竟是一个非常老的车型了 当然它也更便宜 它卖798 10W的时候 我觉得秦Plus现在在秦L面前 我觉得它的整个架构之间的差距 是远远超过2万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包括很多人对秦Plus 有很多的好感 确实它确实当时卖的很便宜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N年前的老车了 整体架构也好 跟秦L是没办法对比的 这些年国内汽车工业进步太大了 我觉得是能够可感知的 你要买了存带布 也不是不行 我总这么说 那我觉得如果说你要买秦Plus 我觉得你甚至不如买 那个五菱星光的七菱共创 它也是那个798 那实话实说 那我觉得还是这个更值得一点 我真的这么认为 这个尺寸真的是星光很好 我挺认真的 当然如果说 其实我对比的话 现在798的星光 我觉得也是不如998 或者说898的 因为150公里续号 跑题了 我们再来看秦L跟秦Plus的区别 账面上我们能看到 它的发动机的马力变小 但其实它是为了做到更好的能耗表现 所以这个账面上的马力真的不是键盘说的越来越好 DM5.0的油耗表现 包括电耗表现一定是有进步的 这个我看到很多媒体老师已经去设计极限许航了 其实我倒觉得极限许航倒真的大可不必 只是把油浪费完而已 他这次 你看首先是尺寸 你看这个尺寸实际是非常大的 从4765涨到了4830 包括宽度也变更宽了 长度也更长了 轮距也变大了 包括轴距也变大了 这是完完全全新的架构 完完全全新的产品 油箱也到了65升 就是非常大的油箱 这个车基本上你加一次油 我觉得可以跑一个月甚至更多 甚至更长 包括风阻系数也降低了 这个没有写 它肯定是降低的 然后反航机的马力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然后也是加92号汽油 也是多的电喷 全铝的 这个电机也是最新的 大家看到它账面数据 可能会有点低 120千瓦 但是它加速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加速还是7.9秒 跟老款的琴是一样的 加速层次已经很好了 很优秀了 对于普通家用来说 我觉得盖版的998 很多人会说小一点什么的 其实家用完全够用 完全够用 真的是够用 7.9秒没有什么问题 完全够用 然后另外一个是 它也是用的是伏地电池 刀片电池 冷却方式直冷 它百公里电耗变得更低了 百公里电耗变成了11.1 原来是11.4 而且它的电池也变大了 是10.08度 它是8.32度 然后另外一个是三电 也是终身质保的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肯定是一样的 然后结构上面 其实不是大家光光看到这些 扭力量改成了四连杆 那我是认为整体的架构的改革 包括车身设计的改革 这是2024年设计的 比亚迪做这么多年的高端车 比亚迪做这么多年的汽车 我觉得 跟琴Plus那个时候的设计 根本不是一个时代 这才是最关键的 不仅仅是悬挂上的改变 而是绝对是开起来要好很多 这我们可以直接告诉答案 肯定是开始要搞很多 因为比亚迪这些年的进步还是有目共睹的 琴Plus毕竟是好几年前的产品了 我买琴Plus都好几年了 然后看一下轮胎 在最低配也是2560R16 这个我们看到星光是更大的 18寸了 但是其实是225是更宽的 225是宽度 我客人觉得就是好看 难看的18寸确实更好看 但是宽度是225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觉得对于家用车来说 宽度也是一个比较重要指标 我觉得宽度没问题 这个是可以互相抵消的 可以互相抵消 没问题 我觉得225可以 没问题 16寸也可以 稠一点了 这一点我觉得这是琴L 我觉得最优秀的地方 它9.98万 它依旧是给了六七囊 这点星光上面是没有测气连的 这个也是大家吐槽的部分 当然我们也可以 我也给50反馈了 但是现在可能 他们现在全息还是没有的 但是琴L 哪怕是原来老款还是新款 都是带测气连的 给输大幕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ESP这种都是全息标配的 然后再往下看 雷达 雷达也都是有的 跟原来的盖板是一模一样 这些都是没有区别的 都是电数巡航 然后再往下看 然后包括它是带外放电的 这次是原来798的版本 是没有外放电的 现在在盖板 它也是有外放电的 全息标配 这点要出大拇指 这个东西还是有人需要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包括LED大灯 日渐行车灯 自动大灯 都是全息标配的 然后电动车刷 这些都没有任何的阉割 然后包括屏幕 屏幕跟原来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它的芯片有没有改变 但是这个10.1寸屏幕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芯片没有变 我就芯片改一下 你用继续用尺寸 我就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不改芯片 还是原来老那块 我觉得2024年 我是反对一点的 我觉得比亚迪在这方面 真的可以稍微再 对吧 上一点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比亚迪这个10.1寸的芯片 还有进步空间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跟主流的芯片 已经有代差了 可以说吗 你反正没有收钱 可以随便说 我觉得是这样子 它大的那块屏幕是没有问题的 想要吃个10.1 我觉得这是 可能 如果说单单使用上面 那也能用 也能用 我只能说我们的海豚卖掉的时候 我们海豚已经卖掉了 我海豚卖掉的时候 我的海豚已经开始卡顿了 但是可以重置 OK我们继续讲 刚刚来的电话 不好意思 然后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车联网 4G 包括APP 都是有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下来 然后 这是 这个手艺充电速度 我们不知道 我们并没有看到 但它是有Type-C的 没有问题 我觉得Type-C 充电速度 应该都会低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屏幕是跟之前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应该是个数位品 数位品 这个倒无所谓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 那也是数位品 不是数位品 一定要全液晶的 也大可不必 座椅 我已经试过了 这座椅 相对于原来的 BRD的琴 Plus来说 是明显有进步的 而且做工做得很好 然后在最低配 也没有阉割到喇叭 还是6喇叭的 自动控调 PM8D 我都是有的 这个琴L 我觉得 实话的时候 它最低配 基本上能符合 我对一辆 家用代步车的 所有需求 我觉得G68 这个东西 已经完全够用了 你正常开 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完全够用 甚至很多配置 对于很多 合资品牌来说 我觉得 可是里面 可能做的 还比大家差 差很多 G98 有什么要求呢 我觉得 如果说你 预算不高 G98 10万块钱 它能满足你 对一台 B级车 不能这么说 A++++级的 所有期望 没有问题 G98 如果说 满分10分 我觉得能给9.5分 真的能给那么高 我给9分 9.5都可以 但漂亮 G98 可以 然后另外一个 我最推荐的版本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版本 就是秦L的超越型 80公里超越型 超越型 主要是换了一个 17寸的轮沽 换了17寸的轮沽 然后 我记得是加了个 360环影 如果说你需要 360环影 自己可以淘宝上加 因为它贵1万块钱 1万块钱 首先我要放 我要跟大家聊一件 这事情 你一定是 加钱能获得更好的 一定它那些配置 是值这个钱的 你放心 你这么多钱掏下去 它一定觉得让你赚到了 一定是值得 但这些配置 你真的日常中 每天要用到 其实你要考虑一下 我是这么认为的 比如说他1万块钱 换了一个 17岁轮沽 换了360环影 然后换了一个 逐价值的电条 然后还有 屏幕更大了 屏幕是12寸的了 现在是 然后包括 我自己做了个笔记 然后还有一个车机的 车机新的芯片变好了 它支持连续语音了 然后还有个双区横温空调 应该是就了几个 那我是认为 你说值不值 其实我觉得 你说一半块钱 值 但是我觉得唯一一个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可能每天能用到 可能就360环影 但360环影 我觉得你某宝上也能找 可能就1000块之类的 你其实可以自己改 你如果一定需要的话 其他方面 那个车机 我觉得你还不如1000块钱 买个iPad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 你要玩的话 当然你有钱 但我没出 那加一半块钱肯定值 那就是109800 我对它的定义 我觉得一般 因为很多东西 我觉得并不是高中区 360环影 可以自己改 我刚刚对比亚迪 10.1寸那个屏幕的 所有的抱怨 都来自于 我觉得可以进步 但是你是能不能用 我觉得是能用的 没问题 比很多车机 还要好 它只是我觉得未来 比如说五年以后 比如说两三年以后 四五年以后 你抓一些ATD 它会卡 我觉得 我觉得 对于实用上来说 对于你自己用你 我觉得意义 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 不行 能用就好 我是这么认为的 当然我是让比亚迪 好好努力 就是换一块 好一点的芯片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换 如果是没换 我建议它 好一点芯片 如果换了 那也没有 比亚迪干的漂亮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是 120公里的领先型 其实很多人会说 星巴老师 为什么你并不是更加推荐 比如贵两万块钱 的那个 十一万九千八的 这个领先型呢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 领先型最大的区别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大家看到 领先型首先是 多了一个 电机好像是变大了 它电机原来是 120千瓦的 现在变成160千瓦了 马力更大了 扭机数也到了 260牛米 但是依旧是我刚刚说 那个问题 其实本质上 它的那个 80公里版本 加速已经7.9秒了 你真的 这个动力 真的那么需要吗 我觉得对这架位车来说 并不是那么需要 我是这么容易 我觉得可以省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它还多了一个 然后还多了个续航 续航是从80公里 变到120公里 其实我觉得 还行吧 你说多个电机 多了点续航 然后你要花一万块钱 看你需不需要 我是觉得是可以省 OK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琴L的120的超位型 就是我另外一个 比较推荐的版本 这版本大概能有个八分 第一个是 它加了一万块钱 多了非常多内容 特别是L2加入 我觉得对于 琴L来说 很多人是会拿去跑高速的 而这是琴L的 L2是有进步的 它不再是原来是那一套了 大家都知道 比达迪原来在 做L2上面 还有进步空间 那这次据说是有改变的 那我是觉得 我之前用了 当然差距很大 可能是N7那一套 但是我觉得比达迪 最近一段时间 它的L2不再是 像以前那样子 那么不堪用了 现在比达迪L2 进步还是可感之道的 哪怕它那种软件 都是有更新的 那我觉得 你都把琴L了 你可能有长途需求 我觉得L2 还是非常关键的 特别是 它还有了A1B 它还有了中间的气囊 基本上属于满配中的满配 包括一些舒适配置 也更高 我们自己看下来 琴L超越型 账面上的比例 就是第一个 它动力是一样的 也加强了是7.5秒的 不是7.9秒 当然我觉得区别不大 其实这个叫区别不大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们往下拉 也是用92号游 这都没区别 这些都是一样的 然后支持快充 因为它电池变大了 从10度电变成15度 15.8度电变大了 然后快充还是23000瓦的 这应该 比亚迪 这个小电池 都是23000瓦的 然后再往下看 技术的配置都是一样的 然后画到17寸轮辜 然后再往下来 中间 中排 前排的中间气能 也是有了 然后包括 扫偏离 主动刹车 包括开门预警 前方碰撞 后方碰撞 就是完全的安全碰撞 都是有了 包括行车记录仪 现在也是有了 都是标配的 然后包括弹幕的感知 包括透明底盘 也是有了 当然透明底盘 其实从 出盖板以外 都是有的 53600环影 然后包括L2 都是有的 吃到保持 吃到居中 道路识别 都是有的 然后再往下看 这些都是一样的 这些都是一样的 无药市金融 这些都是一样的 盖板 它其实比亚迪 盖板给的很多 然后包括 自视远近光 然后包括群星天窗 当然 那个120领先行也有 这些也是 120领先行的 区别 然后包括 主驾驶的 副驾驶照照明 这盖板也没有 其实这倒无所谓 我是认为无所谓 包括反光镜 这次也是有区别的 它反光镜的 自动折叠也是有了 你基本上 就是感觉它是高级车 你不会觉得 自己这车挺low的 不会 你就是高级的车 然后包括OTA 包括方向盘 这些都是一样的 这些都是一样 盖东盖板 跟上面是一样的 然后主副驾驶的电条 这个我觉得 你看原来副驾驶什么是没电条 现在你主驾驶 副驾驶都有电条了 这个其实是不是电条 我觉得对于 这个价位消费者来说 也还行吧 我觉得 但是这个 最价位是有副电条 就是高级 你就是感觉 副驾驶也没有被 那个阉割掉 对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然后基本上 差距就是这样子 然后包括分区空调 就是这个版本 基本上你属于满配中的满配 特别是有L2的补权 我觉得是 还是很重要 特别是L2 其实我是认为 L2 我希望比亚迪 能够下放到更多车型 它现在要到12908才有L2 选择12908 还是最关键是 那个L2跟AEB 然后包括 再加一万块钱 那个卓越型 就满配中的满配 其实多的部分 我倒觉得 并不是那么的 一万块钱 你换了什么 我其实是屏幕变更大 然后轮毂变18寸 轮毂是18寸 然后呢 屏幕变更大 我记得还有个氛围光 雨量感应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比亚迪好像也 这个感应雨刮 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不知道为什么比亚迪 只有在顶配才有 这个还挺有用的 反正反光镜更好一点 然后屏幕变成15.6寸 那超大屏 你还不如买 这个一万块钱呢 你买个iPad Pro 最新版 对吧 哪个不比这个箱多了 实话实说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这个顶配 意义不是特别大 然后加了15瓦快充 对吧 加热前面有加热通风 电动机调节 然后哪怕再多两个 然后车载空气性化器 就PM2.5 其实现在你买那种 空气过滤器 就是你买那个 空调滤芯 你可以带那个PM2.5的那个 就是在这一万块钱 我觉得你说这屏幕大一点 你唯一感 比较大感 就是屏幕变大了 就这样子 这屏幕变大了 我觉得还不如买个iPad Pro iPad Pro最贵相及的 当然我不说iPad Pro相 而是我觉得这一番块钱没必要花 OK 这就是关于我们秦L的购买推进 有点冗长 我就告诉你 我认为性价比最高 就是秦L的盖板 可以给9.5分 9分到9.5 没有问题 现在这个价格内 就是最强的存在之一 然后第二条件就是 秦L的120的超越本 因为它有一个完整的AEB 主动刹车 主动安全 包括送电器 包括L2服务价 我都觉得对于一台 这个价位的车型 我觉得它已经是满配重的满配 而且是一个新架构的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你买了以后 就不需要任何的改变了 它屏幕也是12寸的 我觉得也有快充 也有长续航 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了 就是动力也变得更强了 这是第二个配置 我觉得可以给个8分 然后另外几个配置 我觉得就看着 你自己的购买需求来 我觉得 都给个7分 差不多了 没有说特别的 有吸引力 主要它是最低配 它性价比太高了 然后我就次顶配 满配 就已经是满配了 我就不需要 OK 这两个版本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买 没有什么问题 特别是低配 低配 我觉得交线直接买 没问题 你应该不会后悔 当然 最后我们作为总结部分 我又要再聊一下 就是这个事情 就很多人说 会不会被刺 会不会还会降 自己也是998 降到798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你现在要用车 你就选择这个 现在价位内最优秀的车 或者最合适你的车就好了 就如果说你不是要刚需用车 我就其实就买车就没有必要 因为它买车就是花钱 它就是消耗 你钱可能是越花越少的 我就没有必要 为了抄底 为了好像赚这个便宜 去买这个车 没有意义 你只有说你真的用到车 你真的想买车 你就买车 因为车永远越来越好 越来越便宜 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这是客观规律 OK 希望我们的购买推荐 真的能够帮大家选车 我是星巴 如果对秦L 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要了解 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每条片都在看的 我是星巴 希望我们的购买推荐 真的可以帮助到大家选车 是星巴 转落 谢谢观看